大家好 今天谈谈修西底德陷阱 这个概念修西底德陷阱 这个概念是一个哈佛的教授 叫格雷厄姆哈里森 他最早提出来的是哈佛的一个教授 这个修西底德陷阱讲的是什么呢 是在古希腊的时候 这个波斯波斯帝国进攻希腊各城邦 当时希腊有上千个城邦 那么当时呢 比较大的两个雅典和斯巴达 和其他上千个城邦一起会合起来 一起击败了波斯人的入侵 这就是当时那个电影 斯巴达三百的一个背景 击败了这个波斯以后呢 雅典和斯巴达 因为这是当时实力比较强的 各个城邦啊 将自己的这个资金啊 财力啊 人力都集中在雅典 因为他成为一个领头的嘛 领头的 但是啊 雅典人得到了一些钱 得到一些人 得到这些物品 最后出于私欲啊 盖了这个神庙 呃 这样斯巴达就不干了 斯巴达发现我也是参与了 这个保卫希腊各城邦的战争 但是最后啊 雅典得到好处 呃 其他各城邦呢 也啊 对这个雅典有微词 那么斯巴达啊 就跳出来 跟雅典进行了战争啊 双方之间战争 呃 这就是啊 修西底德陷阱 当时 呃 大地灭亡了 这样希腊 希腊文明就基本上终结了 呃 所以啊 修西底德陷阱在西方啊 有很多人研究啊 呃 是是守城大国 和新崛起大国之间必然有竞争 必然有对抗 呃 怎么样 双方啊 会 会大打出手吧 就是一个制约你一个啊 阻挡你的制约 双方会斗来斗去的 呃 这个 修西底德陷阱啊 我为什么说 他是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呢 因为啊 他这个背景不同啊 这位哈佛教授啊 可能是喜欢出啊 就是初心 标心立意啊 呃 提出一个概念 但是他背景考考察错了啊 因为中国啊 在修西底德陷阱发生的时候 中国一直就在那儿啊 一直也就在那儿 修西底德陷阱结束了 亚历山大大帝将两个城邦都终结了 中国呀 也还在那儿 今天啊 过去了好几千年 中国呀 还在这儿 所以中国呀 是 观看这个修西底德陷阱发生的一方 啊 并不是参与者 我呢 也希望中国啊 未来也不要加入到修西底德陷阱的这个啊 博弈当中去 因为这个是绝对的战略错误啊 我今天慢慢给你讲 为什么 首先讲啊 修西底德陷阱啊 它是零和博弈 因为什么呢 因为雅典和斯巴达 互之间呢 为了争夺什么 争夺雅典 就是古希腊的各城邦 上千个城邦的领导权 那不是你赢 就是我输 如果我输了 我将失去所有城邦的领导权 我呀 这个国家也可能被灭亡 啊 谁赢了 谁就通吃一切 几千个城邦都归他领导 所以这叫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啊 就是西方惯用的思考啊 思维的一个想法 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下围棋 中国啊 下围棋 西方喜欢下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是什么 零和博弈的 明白吧 每一次每一步骤 后面渗透的叫吃掉他一个子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将他的这个国王啊 杀死 就是零和博弈 就是他这个每一步棋啊 棋子是逐渐在减少的 往下拿的啊 就是利益啊 不断的在什么 双方的利益啊 双方你 你进攻别人 别人也会进攻你 所以啊 双方的棋子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最后这个国王一命呜呼 这就是国际象棋 你要不懂的话 你可以拿什么 拿中国的这个鞠马炮啊 中国象棋 做个比较 也是零和博弈啊 棋子会越来越少 但是中国呀 中国是什么 啊 是道家思想很浓厚 叫什么围棋 围棋 围棋是什么 围棋其实比这个国际象棋啊 算法还有复杂啊 因为围棋啊 不是往下剪 剪子 是往下添子 往上添子 就是围棋下到最后啊 棋子不但不少 而且越来越多 双方的棋子啊 都是越来越多 就双方利益啊 会越来越大 但是啊 也要分个胜负吗 如果你偏要分个胜负 那就算 我半 我半个子赢你 也是赢你 但是双方啊 实际上 大量的棋子 密布键盘啊 密布这个棋盘 就说双方啊 都能得到一部分利润 利益 但是呢 你要非整个胜负的话 就谁得到利润 谁得到的利益大 谁得到利益小 只有这个区分 但双方实际上 都是得到利益的 就棋子不断在增加啊 这个棋子不是往下减的 而是加的 这是啊 中国的这个 围棋和西方的这个 国际象棋的啊 零和博弈的区别 那么我为什么说 他这个 休息底德陷阱 本身就是个陷阱呢 因为啊 他提出休息底德陷阱 这个人呢 目的是让所有的 全球的 包括中国人 和美国人 进行零和博弈 如果你啊 都进行零和博弈 那双方是不是 互相砍 砍去自己的棋子 砍去自己的利益 砍去自己的 发展 这个啊 零和博弈 对双方都有害的 那么美国呢 跟中国竞争 他家大业大呀 他不怕呀 是不是 他虎了八糟 他想往下砍 他不怕 就我自损八子 八百 我也要砍掉你一千 这种啊 实际对两个国家 都不好处的啊 我觉得美国人 有些战略家也看懂了 就没有跳进 这个休息底德陷阱 但有些人呢 有点一根筋啊 往上跳 往上冲 中国啊 我说 我之前说过啊 中国人呢 还是有大智慧的 能看清他这个 休息底德陷阱 是零和博弈 不进他这个套 我们中国人呢 永远是围观 休息底德陷阱 围观你们零和博弈 我们中国人 站在远远的 过我们自己的啊 要把这个蛋糕做大 棋盘上 你的子 我的子 咱们都做大的 那么现在啊 我主要讲讲 分开讲 先讲美国人 是怎么想的 美国人呢 现在像金灿荣啊 还有陈平啊 他们也都讲这个 休息底德陷阱 这个事的时候 讲过 美国人啊 有一个 认为自己肯定胜利的 一个想法什么 之前呢 美国一直在打压世界 跟他竞争的老二 先先是谁呀 先是英国嘛 他挑战英国 成为了啊 世界霸权 然后是 希特勒 德国 德国完了 苏联 苏联完了日本 就是他呀 是打这个老二 把这个老二 每次都击败 所以美国人呢 认为自己啊 这一次也能赢 他信心满满啊 这是美国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想法呢 他这次赢了 他会什么 继续拥有世界老大的地位 拥有各个国家 对他的这个 这个扶手称臣 他也能得到各个国家 很多利益 想当老大就是啊 但是我呀 我从福祸相依 这个思想 我一下就能破解 他这种想法啊 首先 他每次能赢老二 每次都能赢啊 这是他的福 但是也有祸啊 你每次赢别人 虽然你是战胜者 你有福 但是紧接着 祸也就来了 为什么 所有这次 这些被他战胜过 这些老二 心里肯定是不服他的 那么他的敌人 随着每一次战胜别人 他的敌人会越来越多 而他的敌人的敌人 对吧 就是想挑战美国的敌人啊 下一个敌人会利用他每一次战胜别人的这种能力 来提高自己 那他每一次迎接挑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难 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少 因为别人呢 表面给你俯首称臣 心里边 因为你看 英国被他打败过 德国 俄国 是不是 日本 这些人呢 心眼里啊 心里啊 是不希望美国赢的啊 所以美国人 越长啊 你这种打败别人的次数越多 别人呢 会越觉得什么 越不希望你赢啊 你的敌人也越多 这就是祸啊 祸也就来了 所以美国人热衷于玩这种修西里德陷阱 那最后啊 他会积攒出来一堆的祸 那很多人啊 就是刚才我讲的 美国赢了以后能获得很多啊 因为他世界老大了嘛 获得很多 获得很多 你看着是福 但是啊 我跟你讲 后面也有祸 祸也就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福祸相依啊 当老大呀 当老大 不是说你想当 你就当 你当上去以后啊 你是要成本的 咱们给美国这个举例子啊 美国自己的地铁 卖 那他呀 把大量的钱花在海外 维护自己的国际地位 他不花在国内 明白吧 他国内不花钱 国内 你看这基础设施那么差 他也不修 他得把这钱扬出去 这就是老大啊 你家里边 穷酸相 你也得什么 把这钱花到外面去 明白吧 不然的话 你一旦从老大的位置跌落 他自己都知道 非常惨啊 非常惨 就是啊 必须把这个什么 老大位置稳稳稳 稳稳的要做住 那这是需要成本的啊 另外啊 像一些小的国家啊 从你这儿得到好处以后啊 会越来越啊 虽然得到好处 但是啊 也不一定是真心跟你 明白吧 他里边会有 跟其他国家有利益交换 实际美国坐这个老大位置 也是越来越不稳的 就是说他以后啊 以前可以花100块钱 我稳定住一个国家 后面要花1000 后面就是多少 1万 成本越来越高啊 他想当老大 他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你要不懂这个啊 我之前给你举个例子吧 红日 看我那个 萨萨空降兵那个频道 有一个期节目 讲了红日 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国和环太平洋 这些国家 还有日本 成立一个叫 TPP 对吧 他们几个国家 先什么 先签好了协议了 美国也加入了 就等着中国来 守株待兔吗 所有这些国家 都等着吃大后 中国啊 你加入TPP 那我就跟你谈条件 你想加入吧 加入 你得满足我们这些国家条件 经济的战略的军事的 你都得满足我 不然我不让你加入 你要是不加入 那你啊 这些投资 你肯定受损的 因为你的主要的贸易伙伴在太平洋这块 中国呀 金蝉脱鞘 跑了 一带一路 奔向欧亚大陆去了 等于是绕开了这些 守株态度的 这些吃大户的 这帮吃大户 磨刀磨磨 筷子叉子 夸夸的磨出火星的 就等着你中国上门了 突然中国走了 美国我告诉你 已经加入了吧 美国本来想跟这些小兄弟一起吃大户 但是这些小兄弟啊 发现那个大户没来 中国这只兔子跑了 回头一看 这还有一只老鹰 老鹰啊 老鹰和鸡虽然比起来不如鸡肉那么好吃 它也是肉啊 磨刀磨磨 准备宰这只老鹰 美国这只老鹰啊 这只老兔鹰啊 可不傻呀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 TPP终止 最后怎么样 谁也不加入TPP 那TPP又改个名 只有日本顶着 就是说什么 美国也知道 吃大户 你这个中国大户不来了 这帮小兄弟不知道我活吞了 最后损失受损失是谁 是美国 美国也不傻 马上就跑了 他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个圈套 中国大户吃不了了 就吃你美国大户了 所以你知道了吧 当老大呀 当这个大户啊 很容易就被人吃了 明白吧 这吃大户啊 这些小兄弟 一个比一个凶 一个比一个狠 那你也就听出来了啊 当老大呀 实际上没有那么威风 也没有那个什么 就是像你说 能得到实际利益 有时候我觉得老二的 比这老大 更有实际利益 那我再说说 现在的情况啊 现在的情况呢 实际是什么呢 中美啊并没有形成像 修西底德陷阱那样的 你死我活啊 首先啊 美国他赖以生存的是 靠他的金融行业 他的制造业啊 虽然有一些高端的 飞机制造啊 芯片 CPU制造啊 但是啊 都是一些高端的 大量的制造业 已经移往海外了 他美国占优势的行业啊 是金融啊 就是骗子扎堆 那个华尔街啊 都是靠骗子嘛 骗钱 钱生钱嘛 发行螃蟹券 这是他的优势啊 那你看中国 中国现在优势啊 是制造业啊 是中低端制造业 高端呢 正在冲击高端 但是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形成 所以啊 这就是我说的 中美根本不在 一个跑道上竞争 那你这个 双方实际上没有 太多太大的利益 就是说 就 竞争轨道不同吧 双方根本不存在竞争啊 这也是我说啊 中国能摆脱 这个修习底德 陷阱的一个 关键 就是什么 中国和美国 没有到你死我活 那个地步 你美国强项是金融 那你就干你的强项 我们中国啊 拱着你做金融 里边老大 对吧 你吃肉 我们跟着喝汤啊 学学什么 其他国家 不也一样吗 没有挑战你啊 美元地位 那中国呀 我还是做个苦哈哈 制造业 这也就是美国啊 现在怎么说呢 还没有下死手 一个原因 说中美啊 其实不在一起竞争 嗯 现在是一个这么个情况 那么呢 后续啊 美国要把自己的制造业回归 就是川普和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啊 已经发现了 如果他光有金融 没有制造业 美国在未来啊 就像一个瘸脚 跛脚鸭一样 会受制于人 所以啊 他一方面让制造业回美国 另一方面呢 像越南呢 东南亚其他国家 能分散一部分制造业 分散出去啊 包括印度 就不要啊 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都给中国 这样怕被中国控制住 那中国呢 是不是 我在冲击什么 美国高端制造业里边的 我芯片 CPU 慢慢要自主研发 飞机啊 搭飞机 上海的那个搭飞机 慢慢要制造 美国的优势 我也要赶上去 但是中国 现在还没有动 他金融 美元霸权这一块 所以美国啊 还没有跟中国啊 下死手 完全展开竞争 这是我 现在怎么说呢 说的一个 目前的现状 那么最后啊 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我啊 希望中国和美国 是不是 玩 不要玩国际象棋 玩什么 围棋 就不断马上添子 双方啊 把各自利益都最大化 不要像围棋啊 双方把自己的棋子 长得 是不是 子棋子越来越少 最后啊 双方可怜巴巴的 不是你在死 就是我在死 对吧 那 那就零和国益 双方应该什么 围棋 就是 你也有你的利益 我有我的利益 但是啊 你要想分输胜负 就我的利益 比你稍微大 那么半个子 啊 半个子 我也赢了 啊 这叫什么 这叫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智慧 啊 具体来说啊 就是什么呢 你美国的优势 我不但不 不什么 不跟你对抗 缩减你美国优势 我还支持你 让你把你美国优势 发挥到最大 我中国啊 把我中国的优势 发挥到最大 这样中国和美国 两家的棋子 会遍布整个棋盘 明白吧 这个天下 中美两家 资源优化配置 给中美两家 这样啊 美国啊 他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那么多反抗了嘛 因为他自己的利益 也最大化了 美国做大同时 中国啊 福祸相依嘛 中国也跟着一起做大 我觉得这个 对中国最好啊 比那些玩 那种零和博弈啊 互相往下砍子啊 要对中美都有益 我觉得美国的聪明人 也看透了啊 双方之间有竞争 但是啊 也有合作的 这个就是我 说的啊 要下围棋一样 双方的棋子都遍布在棋盘上 而不是往下捡棋子 双方啊 都把利益最大化 敞开竞争 最后啊 我赢你半个棋子 赢半个棋子 就可以了啊 你美国也没有损失啊 你美国还是棋子遍布天下 这样你的 对我的 像那种零和博弈啊 跟我拼死一搏 就没有那想法了 其实这种啊 对中国更有利 那些想让中美啊 玩这个零和博弈 互掐的 他们没有按什么好心啊 我觉得 特别像这个 哈佛这个教授啊 把修西里德陷阱拿出来 把零和博弈和中美 画了等号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可取的 因为零和博弈这个东西啊 就像我说那个 最后啊 是由雅历山大大地 来捡这个便宜 那这个斯巴达和雅典 互相受损 我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 都知道这个典故 所以啊 都不希望啊 玩零和博弈 嗯 嗯 还是啊 道与术的不同 中国人一定要追求这个道啊 不要追求那个术 零和博弈啊 就是一种术 它不是道 真正的道是什么 真正的道 是一种战略 战略啊 战略是什么呢 我的利益最大化 你的利益也最大化 咱们两家 在这全世界 像在这贸易战 你看一瞄 打贸易战 中美两家经济 呼呼往上涨 那些其他国家经济 都负增长 就是说中美两家 把这棋子遍布棋盘 我们两家在这 把蛋糕做大 两家 在做大 但是我们两家既竞争 说白了也是在合作 不断的下自己的棋子 布自己的局 嗯 这个对中美两家 都是最好的啊 这叫战略 也叫道 美国人有些啊 这个像特朗普 其实也看明白啊 他跟中国竞争的同时 也是有合作的啊 包括现在要签这个贸易协力 嗯 其实中美啊 都有聪明人 都知道道啊 就不要 找那休息一顶的陷阱 最后两家两败俱伤 让别人捡了便宜 让马其顿捡了便宜 对不对 嗯 我觉得慢慢也向这个方向发展啊 中美 互相之间啊 不管对抗也好 怎么弄也好 有个底线 就双方啊 利益还是放在最前面 追求共同的利益 然后 双方有争执 该争执争执 啊 但是不不妨碍各自 是吧 把自己的蛋糕做大 我的棋盘上都是我的子 那棋盘上也都是你的子 咱们就看最后啊 谁的蛋糕更大一些 中美啊 像我说的啊 竞争啊 是常态 合作呢 也是常态啊 你今天能听到我这个视频呢 就说你啊 是水平能上来了 思维啊 慢慢就帮我 让我帮你 把你给带起来了啊 休息抵得陷阱啊 是个人就知道 那是零和博弈啊 聪明人是不会选择那种东西的 玩那种零和博弈 要玩围棋那种啊 叫互利 共存啊 最后下班围棋 大家不也就是 还是棋盘上 还是都是你的子 我的子嘛 但是你一定要比个胜负的话 那就算谁的点数多嘛 但是双方啊 也不伤和气啊 这个是最好的状态 你美国蛋糕也大 我中国蛋糕也大啊 这个是最好的啊 所以中国啊 跟美国实际上没有完全对抗 还是美元霸权啊 给美国这老大留着 留着这个霸权啊 一旦碰出他这个核心底线 我告诉你 美国也是有底线的 你不能碰美元 明白吧 你碰美元 他就没有什么跟你合作了 真是跟你开干了 中国也知道 但中国也有底线呢 台湾问题啊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驻军 都有底线的吗 美国也知道 我怎么跟你闹啊 怎么跟你打嘴仗啊 千万不要碰触中国的底线 那你看双方下围棋一样 我双方都往上夹子 但是啊 不往下看子 都有底线 那么咱们就良性的往前发展 不玩修习底德陷阱啊 最后啊 我啊 我谈谈我个人的一种思 怎么说呢 自己的一种思想啊 我希望中国啊 别当那个世界老大 明白吧 当一个世界啊 表面上世界老二就行 老二明白吧 但是真正的实力 可以当老大的实力 但是我呀 不去抢这个老大位置 为什么呢 这个老大这个位置啊 你以为那是好事吗 你看我刚才讲的 吃大户啊 全世界的一些小国家 都在吃大户啊 而且全世界的矛盾啊 脏的东西啊 什么恐怖主义啊 这个主义呢 都会盯着是谁 盯着世界老大 他维护自己老大位置的成本 非常巨大 你不要把这老大想着 好像每天万人拥戴啊 好像牛逼轰轰 我告诉你 当老大 看我视频呢 肯定有老大吧 不管你是家里老大 社会老大啊 还是局里的老大 是不是 老大很难当啊 千万别当那老大 很累的啊 什么事都涨上门来了 中国啊 我觉得啊 如果按道家思想 无为 别去找这个麻烦啊 发展你自己的 对吧 挺好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政策 也慢慢就是这样 我不跟你争啊 抢啊 这个位置 我还是发展我自己的 就像当年休息一笔的陷阱 发生的时候 两家打得头背血流 中国干嘛呢 是不是 那时候好像春秋战国那时候吧 中国还是 各自在还是 州吗 西州 西州东州 自己还在那发展呢 我 我不猜你这个 是不是 你们什么修西底德 这个陷阱 对中国来说小儿科 我中国就发展我自己 有我自己的规律 啊 你啊 硬给我扣个老大的帽子 想让我拱我上去 黄袍加身让我当老大 我觉得是聪明人呢 都不去当那个 我是曹操啊 曹操当年不就说过话吗 啊 是不是 那孙权写了一封信 说哎呀 曹丞相 你应该称帝啊 那曹操马上来了一句话 你要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曹操当年都知道 当老大 当老大 那所有的眼珠子 所有的怒火 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你身上了 那放在火上烤啊 那美国你看特朗普现在退群 抄韩国要军费 韩国现在我告诉你啊 去年的军费大概也就 也就多少 大概五六亿美元嘛 现在涨到五十亿了啊 快涨 我快涨五六倍了 所以韩国军费啊 慢慢的美国就不给他掏这钱了 你看老大 老大要养着韩国 在这军队 然后训练 枪啊炮 老大得掏钱呢 现在特朗普 你看什么都给你算着戏账 就特朗普也不想当这老大了 特朗普也知道 老大不好当啊 我还不是把这钱 是不是给我自己老百姓用用 但是啊 特朗普也知道 我既然坐上这个老大位置 帽子戴上了 再摘下来很难了 所以啊 骑虎难下 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我也没心思跟你抢这老大 你去抢吧 啊 你就反正你看他退一个叫什么 环保的那个国际环保条约 法国那个 让全世界给他骂了 那要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 退就退了吧 因为他是老大呀 眼睛都盯着他呢 所以美国没办法啊 就你看现在联合国挥费 他也欠交 就是他呀 当这个老大一算账 自己每年掏的钱 他自己的老百姓得死啊 得去参军啊 你说死了为谁啊 为伊拉克人民死了 为伊拉克人民死了 结果自己 伊拉克人民还恨他 你说美国人渊木渊 就当这个老大呀 特朗普也知道 不想当老大 但是他呀 已经当上老大 他又不能轻易下来 骑虎难下 我觉得中国啊 要聪明一些啊 千万别去什么 把这个他不要的 这个烫手的山芋 自己接过来了 你接过来 你想当老大了 然后呢 很多东西 很多坏事来找你来了 福祸相依的 大家好啊 下集啊 这个休息底层的陷阱的下集 在我另外一个频道 Sasha底层逻辑 跟大家播出 欢迎收看 啊 啊 啊 小道路 你怎么看 这个谈话 你怎么看